近日有八卦媒体拍到李小璐两次出行都宇 不同的帅哥相伴,疑似有了新男友 最近的一次出行 李小璐穿着粉色毛衣直发披肩十分显嫩 而身旁的男子则是白色长袖再戴上蓝色渔夫帽 耳朵上的大耳钉十分显眼,很有嘻哈风格 男生比李小璐高半个头看上去很般配 俩人从会所出来没有太多互动 直接走到地下停车场一起上车共同回家了 前段时间,李小璐和另一名男生出游也被拍到 俩人唱歌到深夜才一起坐车回家 当天,李小璐扎起马尾,很有学生气息 而帅哥则是穿着黑色短袖,戴着棒球帽 手上戴着的女生发圈引起注意 让人怀疑是李小璐的 帅哥本来想坐到副驾驶,看着李小璐坐到后排 便也跟着他走到后排坐下 这位帅哥十分绅士啊 就在前几日还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出门偶遇 料李小璐和甜心,母女俩一起和影院门口的霸天虎合照 视频里的李小璐在路人镜头里颜值也非常能打 穿着毛衣和运动裤就像大学生一样 也可能是高颜值才这样为李小璐招桃花吧 此外,前几天甜心刚刚过完九岁生日 不知道甜心如果面对妈妈交心男友的话 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对 无论李小璐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很爱女儿的她应该都会照顾女儿的心情和想法吧 李小璐每次恋情相关的事件都会引起 大家的广泛关注,理解大家期待好消息的心情 不过李小璐本人还未回应的状态下 我们还是保持观望态度,等待本人回应吧 祝福李小璐的事业和感情都幸福